说离开李决的贾许 也没有去追随汉县帝 而是选择投靠了段威 诶等等等等 为什么不去找汉县帝呢 上集你可讲了贾许是忠臣 是 贾许是说过国家对我有恩 我不能背弃国家 清醒了好像又是个啪啪打脸的梗 上集我们讲 贾许在朝堂的时候 为国家和皇帝做了很多的好事 包括选拔人才 缓和朝廷和关宗军法的关系 调节梁州军团的内部矛盾 救出唐基 削弱李决 帮皇帝出逃 保护大臣 这些都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 大汉忠臣的行为 但是列位 您分析一下 贾许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给大家几个选项 A 文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B 同情弱者的怜悯之心 C 忠于汉事 D 赎罪洗白自己 以免以后自己和全家被朝廷清算 这如果是个多选题 那肯定是全选 这要是单选题呢 三短一长 选一长 洗白自己 贾许最先考虑的 永远是自己和全家活下来 贾许有可能是真的同情皇帝 忠于汉事 有治国平天下的心思 但最重要的原因 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避免日后被朝廷清算 他清楚的知道 李决这些人罪孽深重是避臣之传 所以一直在和李决等梁州军阀 划清界限 避免一起沉没 他也知道汉县帝是没有机会的 小皇帝是裁脱狼口 又入虎穴 汉县帝为了跳出李决等西凉军阀的狼锅 借用了杨凤等黄金鱼党的力量 就这些人啊 在道德方面比李决强不了多少 而且是投机分子啊 就想着趁机捞点好处 也想劫持天子啊 作为傀儡 假的 你说贾许更应该过去用自己的智谋 保护皇帝啊 贾许要是再过去 能不能保住全家老小的命 都是大问题 我讲一个唐朝柳宗元写的预言故事 这故事呢 是瑞哥的童年阴影啊 叫林江之谜 说林江呢 有一个猎人带回一只小迷路来饲养 家里有一群狗啊 还流着口水啊 咬着尾巴都跑来了 猎人骂跑的那群狗啊 每天抱着小鹿和狗群接近 渐渐的呢 狗就把小迷路当成了家人 愉快的在一起玩耍 这时间长了呢 小迷路就以为啊 狗是自己的朋友 时常和家里的狗玩耍越来越亲近 多年之后啊 路走出了家门 看见外面有很多的狗在路上 跑过去想跟狗玩 这群野狗非常兴奋 扑上去一起就把它吃掉 海骨碎肉丢的是满地都是 这个家呢 就是两种 李觉 郭范 张继等人就是家里的狗 他们再饿呀 也要给贾许几分面子 而杨凤寒仙 李乐等人 那就是外面的野狗 贾许可以在李觉那里保护皇帝 但是如果在杨凤的军营仗义之言 那他的结局 就是像小迷路一样 全家被杀害 贾许从来不会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是吧 就汉县帝东归这条路上 有多少大官惨死啊 所以说 瑞哥对贾许的定位是 先保全自己 再同情汉室 再治过安民 就好比是搞慈善 捐一百块钱和捐十万块钱 都是心爱心 你就不能说问这个捐一百的人 你为啥不捐十万呢 他虽然也是忠臣 但是不会像后来一代赵那些人一样 为了皇帝把自己全家几百口的性命都豁出去 说句不好听的吧 就是在打忠臣牌 那他为啥要投靠断威呢 因为这也是个打忠臣牌的人啊 这断威是第一集里边的老爷吗 不是啊 那个是断炯 断威呢 应该是断炯的族人 也是董卓的余党 而且是地位非常高的中郎将 这个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非常值得一说 西凉军团结局最好的人 一个是贾许 还有一个是断威 跟他能学不少保命的技术 西凉军团喜欢烧杀抢掠 而断威 从不掳掠百姓 还组织并鼓励种田 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就凭这一条 别人就不敢杀你啊 杀你等于失去民心 而且啊 最精彩的一笔来了 汉宪帝出逃的时候 断威供应膳食 侍奉百官 重击杨定 杨凤诬陷他谋反啊 皇帝就信以为真 准许杨定对断威大举进攻 就在这个期间啊 断威对皇帝和百官的日常供应 没有断过 皇帝主公驾起连弩啊 对你杀杀杀 你一边出闪 一边还给皇帝送逃 你瞧瞧人家这忠臣派打的 后来正是他奉皇帝的命令 剿灭了李瘸 败官封侯 在曹操的麾下 安享晚年 此时呢 将军断威 驻军在华阴县 宝镜安民 贾许来了 这俩西北孤中呢 碰一块了 再也不孤单了 是吧 明场面又来了 贾许此时名气非常大 断威内心恐惧啊 怕这个贾许夺了他的兵权 所以表面上对待贾许 礼节周全 背地里防范 断威说 平时可爱看水浒传 我就好比那白衣袖士王伦 这位贾许呢 就是豹子头临宠 贾许当然看出来了 张秀这时在南阳啊 贾许暗中就和他联系 张秀派人就迎接贾许 贾许将要出发的时候 有人就问他 断威对您待遇多好啊 您为啥还走啊 贾许就说呀 断威生性多疑 礼节虽然周到时间一长了 必然要暗害我 我走了 他反而高兴 而且乐意看见 我在外边帮他跑外交 他必定会后待我的家小 张秀那边待遇虽然差点 但是我去的就是谋主啊 这样我和家庭呢 拿着两份工资都活得很好啊 果然呢 张秀对他是非常的尊敬 就像是孙子对爷爷的那种尊敬 断威那边呢 果然给他的家劝很好的待遇 那为啥贾许一开始不去投张秀 非要去断威那里呢 这绕个圈干啥呢 第一啊 那个时候张秀还不是老大 老大是他叔叔张继 那和李爵一样是四处截掠的梁州军阀呀 投靠他等于没有跟这个梁州的独流划清界限 第二张继那是穷得揭不开锅啊 经常以三公一样尊贵的身份 亲自去村里抢粮食 断威那里生活条件好 又是在打大汉的忠臣派 当然是首选 贾许加入张秀 让这个青年的西梁骑将 成为了曹操的心腹之患 贾许作为军师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那咱们下次再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本集完 偈献